欢迎来到万门大学环境经济学的课堂 我是郑伟 之前两节课 我们聊了很多平时我们不会想到的成本 傲似听起来 这个环保的成本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了 但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能减少环保成本的概念 那就是临时过渡成本 闲话少说 咱们正式开始 他说环保烦啊 这个收税交费关停转制 均不见街头巷尾 多少下榜职工嗷嗷待步 不对是他们的孩子嗷嗷待步 均不见大江南北 多少该赚的黑心钱复制流水 正所谓就业乘客贵 发展价格高 若为环保雇 二者我都得泡 这当然是对环保事业的无端指责 如果这种声音有道理 我们虚心接受 但是 但是 这些指责从根本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临时过渡成本 就是transitional costs的概念来理解 比如说我把钱投到股票里 当然不是前一段股票大跌的时候 而是再前一段股票大涨 连闲鱼都能赚到钱的时候 表面上看呢 我是出让了自己一部分资金 从现金流来看 这部分钱从我的年行账户 画出去了 但是由于我在股票上赚了钱 回来的钱实际上比画出的钱要更多 而谁也不会说 我拿钱炒股票的时候 这部分资金是我的净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些资金的支出是暂时的 我相信未来我买的股票会涨 当然道理我都懂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我并没有钱炒股票 同理呢 对于环保的支出也是一样的道理 之前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懂 如果说我们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 确实可能会造成这个交易成本的上升 部分重污染企业呢 因为开不下去了 只能关张 而一部分工人可能也失去这个工作 但是呢 这个成本是暂时的 所以叫临时过渡成本 举个例子 假如我有一个化工厂 化工厂太广泛了 而且我也不愿意得罪广大的工业党 那换个例子 假如我有一个造纸厂 我这个造纸厂随意向河流排放废水 然后整条河就都被我污染了 然后我就被邻居王大爷拘报了 然后我又忘了给有关部门塞钱 于是我就被关停了 于是我雇的三个工人 阿达阿尔阿三都没工作了 表面上看呢 这个环保措施的成本不小 但实际上 这些失业的工人 他们找不到工作吗 我厂子虽然惯了 但是凭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蛇 我还可以在这里讲个环境经济学 是吧 咱们正经开始说 通常来说 因为没有空牌措施 而被关停的企业的员工 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 我说的是通常来说 当然有的人的专业技能比较高 这个另说 但是对于大部分这样的员工来说 他们并不存在 未来在机会市场 找到其他工作的屏障 就拿之前提到的阿大阿尔阿三来说 更可能两个月以后 又能在东南沿海或者北上广 找到合适的工作了 而且工资不见得比在 我这个小造纸厂低 因为针对某种环境标准 制定的环保措施 不大可能会造成 美国次贷危机那样 威胁整个经济的影响 因此就不会给事业人群造成额外的寻找就业的压力 有人说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些短期的过渡成本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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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了 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成本有长期和短期之分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啊 进行成本分析和讨论时候的时间跨度 比如说 我们讨论的环保措施带来的成本 是长期的呢 还是短期的呢 如果从长期来看 那么成本显然比在短期来看小得多 也就是说 从长期来看 可能环保措施的净收益 就是收益减去成本 就要比短期大得多 特别是对于气候变化 这种影响和收益 都在遥不可及的未来的领域 比如我们刚刚股票的例子 我今天决定买了个股票 开了个户 我往里扔了两万块钱 在没卖的时候 这两万块钱 我就不能用来买猪头肉了 也就是说呢 在超级超级的短期来看 我的损失特别大 后来股票跌了 但是这个跌的是我的损失吗 不一定 因为股票在未来 有可能再涨上去 如果我在触底的时候 计算我的净收益 那毫无疑问是负的 如果我等两个月 在它价格达到顶部的时候 再来计算 那我的净收益就是正的 甚至有可能回报率还很高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环保这种问题呢 我们到底应该 以多长 作为我们的讨论周期呢 是半年呢 还是一年呢 还是十年呢 还是一百年呢 哪个是我们应该采用的 计算收益和成本的时间周期呢 这个就是忍者兼人 智者兼智的事情了 甚至这个事情 可能更多的 受到当事人所处的环境决定 假如说我刚有个孩子 那我考虑环保问题的时间尺度 可能就要很大了 因为我关心20年以后 我的孩子的生活质量 但是如果我是个身患癌症 有无期无子 要在一个重污染企业工作的可怜虫 可能我就不在乎 长期的环保收益了 我更在乎这个环保带来的短期成本 那么对于一个社会 或者一个国家来说 什么是研究环境问题的时间尺度呢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还是留给大家自己思考 不过呢 至少在这节课以后啊 我希望大家能在未来 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讨论当中的时候呢 当别人再搬出一套 环保带来的经济损失的时候 至少希望能大家问一句啊 你这是站在一个什么时间尺度来说的 谢谢大家 我是郑伟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